心理专家马歇尔·卢森堡说 也许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谈话方式是暴力的 但语言确实常常引发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的确说话虽然是一件简单而平常的事 但如果不懂得讲话的分寸 有意无意当中就会伤害到身体 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许多苦恼 生活中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注意讲话知道 以下三句话最伤人永远不要说 人生的旅途总会经历一些艰难和委屈 有时不免想找个人述说 可是身边的人来来往往 并不是谁都愿意停下来用心倾听你的故事 俗话说 知我者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懂你的人会把你的一言一语放在心上 而不懂你的人永远体会不了你的心情 更不会给你任何的理解和安慰 当你说你过得很苦 不懂的人只会觉得你太敏感脆弱 甚至以看戏的态度嘲笑你的狼狈 当你说你走得太累 不懂你的人只会觉得你无病乱呻 甚至自顾自顾自地对你指手画脚 所以无论日子有多难 都不要对一个不在意你的人哭诉 无论情绪有多低落 都不要把心事交给一个不懂你的人 第二 对亲近的人说狠话 常言道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当脾气上来时 一些不经过大脑就随口吐出的狠话 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刀 神神扎进对方心里 也许是因为笃定身边的人不会离开 所以才会毫无顾忌地表现最坏的自己 但是再亲近的关系 也经不起有恃无恐的消磨 当父母担忧地对你唠叨时 你每次都不耐烦地回答 跟你说你也不懂 问那么多干嘛 当爱人有些事做得不顾好时 你都是大声训斥 不知道当初是怎么看上你的 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当朋友无法帮你的忙时 你总不问缘由就埋怨 真不顾朋友 这点忙都不帮 所谓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也许你说出的这些话时 并不自知 但却深深地伤害了他们 很多时候他们不计较 是因为在乎你 但长此以往 再亲近的关系 也会渐行渐远 要知道有些话 不能由着性子说 特别是对亲近的人 越要收敛自己的脾气 别拿最狠的话去伤害 第三 故意接人短处 在人际交往当中 常常见到这样的情况 明知道一个人最介意 别人谈论自己的体重 而有些人却每次都拿对方的体重说事 完了之后 还不忘补上一句 哎 开玩笑的 别介意 当你下定决心 挑战自己时 明明可以好好地交流 而有些人却一次次翻出 你不愿提及的伤疤 各种泼你冷水 嘲笑你 不切实际 俗话说 良言一句 三冬暖 恶语伤人 六月寒 这种故意接人短处 说话没有底线的行为 既是一种 不尊重他人的表现 同时 也暴露了自己的教养 人生路上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经历 无论是好是坏 都不应该用刻薄的语言 去加以攻击 如果一味将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结果只会让人进而言之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 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关注易经风水 学习古人智慧 找到成功秘诀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